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蒋书记为什么要见你 也许是任局长给蒋书记做了汇报吧 你不觉得奇怪吗 也许是蒋书记觉得我在凤春遇到了这件事情 他作为市委书记 有义务来关心一下 我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明天见到蒋书记说话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他和任局走得比较近 所以今天任局和官委强行检查你电脑的事 暂时不要跟蒋书记谈 应该帮好好地应开 现在就欲望 Barn 本上的 tudo 那倒有一就 就喜欢你把管理的大卡 的还有什么 Warm 我们黄总 是啊 我吧 捅了沈马蜂窝 得罪人了 有这个可能 坐 那可得让他小心点 您是不是要给他 安排点警力 保护他一下呀 苗记者说了 警察跟着他 他就没有办法 深入采访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我建议您 还是做一些这方面的 安排得好 我会考虑的 林局 有件事 我想提醒您一下 我知道 您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但是您直率 不等于别人也对您直率啊 比方说 您对赵明的态度 我听说任局不太高兴 您看为这事 跟上级领导闹得不愉快 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 你听谁说的 黄主任 我有我自己的佣人标准 是 我的意思 也是为您好 我没什么事了 您忙吧 我走了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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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停 您好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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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the 我 您好 这是当早就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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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事态会变得这么复杂 看来凤春的问题 没那么简单 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 我所看到的 听到的 和您在工作中 得到的情况是否一致 没关系 尽管说 只说问题 不说成绩 在原则问题上 我绝不受软 我来凤春以后 发现有黑恶势力存在 我知道去年凤春一二一三 那起大案 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罪犯耿凤春也在逃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阴谋 我还需要时间进一步了解 这样的话 你的安全就会受到危险 这样吧 我知道你跟林音 在清水有个合作 我给她去个电话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江书记 给你添麻烦了 袁总 这是我的名片 省里来的记者 来来来 苗宇 你这是真名还是假名 真名 来 坐坐坐 袁总 这次我来凤春呢 其实没有计划采访您 但是您的名声太大了 不断地往我耳朵里灌 所以我决定走之前 要来拜访您一下 好好好 苗记者啊 往你耳朵里灌的 都是些好事还是坏事啊 好坏都有吧 总体上来说好得多 那当然了 袁总对我们奉春的贡献 那实在是太大了 她比较了解我 两位请喝茶 谢谢 对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万春集团的 办公室主任 小冠 你们好 也是省里来的 我从省里聘来的 坐坐坐 是这样 苗记者 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了解什么情况 只管问 好 袁总 其实我是对集团的 发展很感兴趣 据我所知 像您这样的企业家 要想挣钱 要想把企业做大 发展到今天 往往要受到一些 黑恶势力的困扰 对这个 您有什么看法 不愧是省里的记者 一问就问到点子上 我们万春集团 在发展过程中啊 确实受到过 黑恶势力的干扰 但是我们不怕 因为凤春公安机关 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 前一阶段 有个叫耿凤臣的人 你应该听说过 他就是凤春最大的黑恶势力 为了一些商业利益 居然在光天化石之下 绑架我 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枪就顶在我脑袋上 要不是公安局及时赶到 恐怕今天 就我呀 坐不到你面前了 喂 是我 请问你是谁 有什么事 你稍等我接个电话 你稍等我接个电话 喂 耿凤臣 见个面 好 我答应你 你说个地方吧 好 几点 对不起 袁总 我有些事情需要离开 我们的采访 另外约一个时间吧 那当然可以 关注 把名片给你 有事跟她联系 苗记者 这个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联系 我帮你们安排 好的 好 谢谢 这边 这边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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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真的是耿凤臣的电话 是的 你要去见她 是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同意 这太危险了 耿凤臣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他怎么有你的电话号码呢 我也不知道 苗语 你听我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 耿凤臣现在是被通缉的嫌疑犯 你跟他秘密见面 会惹大麻烦的 你明白吗 不行 我现在就给林局长打电话 你把这事交给他处理吧 你别 他知道 小关啊 你相信刚才那个电话 是耿凤臣那种打的吗 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 我感兴趣的是 这个姓苗的记者 突然来采访我 没说几句话 就接到那个自称是耿凤臣的电话 他是不是怀疑我智商有问题啊 如果谁怀疑袁总的智商有问题的话 我看他的智商就有问题了 没错 我的感觉是 他和这个韩风突然出现在我这儿 就是为了当着我的面 要接听这个自称是来自耿凤臣的电话 你说这是为什么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是试探 想看您的反应 有这可能 那我刚才反应怎么样 我真的不太清楚 袁总 我哪敢评价您呢 我愿意听你的评价 挺好的 很适度 表现出了一些反应 还有一些惊诧 够了 小关呀 我认为 他到这儿来 不是来看我的反应的 他后面一定有人在指挥他这样做 林局长 我这么做对破案有帮助吗 为什么不说话 有还是没有 当然有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给我布置任务吧 林局 你正打算让苗宇记者 跟耿凤臣见面吗 是 可耿凤臣会出现吗 耿凤臣潜逃了一年 不能排除 他为了证实自己 冒险接触媒体记者的可能 光铁苗宇这段时间 正在丰川做交叉 我想他也许有所耳闻 如果耿凤臣真是掌握了一些我们公安机关不了解的内心 通过媒体记者透露这些消息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邻居分析得太对了 邻居分析得太对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赵明 咱们得好好地商量个计划 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苗宇跟我说 他接电话的时候 袁婉春可能听到了 我倒想 袁婉春一定以为这是我们给他下的个局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 那我看也好 咱们干脆就试他一次 看看袁婉春的反应 是 但是关键是 一定要确保苗宇记者的安全 你听清了 绝对没错 他当着我面叫了一声耿凤臣 不可能 我也知道这是个圈套 问题在于谁下的这个套 你猜 林音 这个林音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捕 我耿凤臣身上 反倒在我身上打起了主意 什么意思 他想干什么呀 他就是想看看 耿凤臣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 他就是想干这个 再有 说白了 他就是对你的不信任 他对你也不信任 他不就是春城分局的局长吗 怎么着 还想试探我呀 怎么说这个 袁总 任君 对林音这个人不得不讽 你不要养虎为患 你不是说蒋书记早就同意 调整春城分局的领导班子了吗 怎么还没动静啊 蒋书记上次当着我的面 亲自给林音下了指示 调整政委人选 可是林音一直当做耳旁风 至今闻死未动啊 你看看 连蒋书记的话 他都不放在心上 所以我说任君 我建议你尽早 把这儿的实际情况 当着蒋书记的面 好好说一说 不 袁总 要等待机会 动一个人不怕 万一要动不好 会惹来麻烦 懂吗 那是 现在又冒出个苗宇来 这个女人 也是来头不小 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 现在又来插手耿凤臣这个案子 她既然蹚了这水 就必须适适些了 那你的打算是 将其救济 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分工 一会儿有鲁局跟大家交代 我只提醒一件事 我们要面对的罪犯 是我们打过多次交道的耿凤臣 在行动的过程中 很可能会出现 意想不到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抓捕耿凤臣 记住 一定要活的 喂 任局啊 好吧 人局也要过去一趟 有什么情况 我们随时信息沟通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要确保 我们要看 允亮 注意跟我保持距离 你有没有别的事跟着我 是 任君 我还以为你找我来是谈工作 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谈工作呀 这不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了 咱俩一边吃一边谈 不好吗 我老想找个机会啊 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你看前几天 为描记者电脑的事 我们两个闹得挺不合适的 过后我一想啊 是我不对 林决啊 恐怕你也决出来了 实际上你刚来 我是有想法的 说来说去 就是地方主义在作怪 我在凤春的公安口呢 干的时间长了 老觉得吧 凤春的公安领导干部 就应该凤春人当 特别是手下还有一把的兄弟 老想提拔他们 可你来了以后呢 就把他们的位子给顶了 我这心里边 真是挺不舒服的 就为这 就要是不舒服的 对秦时的认识 都要扔了 那是不舒服的 你还要扔了 这些人是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你还是要不舒服的 只是感觉有点兴奋 布局 有一辆车跟在你后面 盯住他 但是不要惊动他 是 这辆车有问题什么 不好说 也许是碰巧同路 也许是在跟踪我们 邻居啊 我还得和你说几句心里话 说实话 我不希望你干得太好 我在春城分局 自认为干得还不错 你接我的班 干得比我好 我这脸往哪儿放 我是处处都想争第一啊 耿凤臣的案子也是这样 我既希望你马上抓到耿凤臣 我又不希望你 把一二一三案件彻底攻破 耿凤臣一直在逃 案子到今天也没有终结 我不希望容易落在你身上 我是想亲自指挥抓住耿凤臣 我自私吧 不希望你能够拒住耿凤臣 你能够拒住耿凤臣 你能够拒住耿凤臣 这一点希望你以后 对他们严假关将 有毛病就批评 甭客气 你来了一段时间 恐怕你也是见到了 林音有些迷惑了 今天晚上的任大祥是怎么了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 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呢 谁都有缺点 关键是要看本质嘛 那林局 你觉得 他们的本质怎么样 林局曾经重用过的人 应该是没问题吧 林局啊 今天咱俩得好好聊聊 我觉得 耿凤臣这个案子 没这么简单 我觉得他后边一定有人 而且不是一般的人 这段时间 他说露面就露面 说没就没了 这一点我想咱们 绝不能掉以轻心哪 是 弗居 那辆车还跟在你后面 肯定有问题 知道了 一定要盯住它 注意保持距离 是 林局 这半天了你老听我说 你是只听不说 你有什么心里话 能不能跟我说说呀 喂 徐大队 林局 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官伟说他发现一个人很像耿风尘 耿风尘 对 官伟正在跟踪 他请示该怎么办 在什么地方 承西方向 告诉官伟要抓活的 是 发现耿风尘了 徐大队说 官伟只是说像 还没有最后确认 还等什么呀 走吧 陆局 有一辆车插了进来 挡住了我的视线 明白了 不要紧 稳住 是 就是 你 你不过 我 你会不过 我 有事 你会不过 我 可以不过 我一拐弯你就赶紧下车 你放心 不要紧张 随时都有人来保护你的安全 放心吧 我不紧张 林局 喂 朗罗 我跟任局在一起 刚才徐大队来电话说 官委看到一个人 可信任何人 很像是耿凤尘 耿凤尘 说是在重西方向 林局 不太可能吧 我们正在承西呢 你再核实一下吧 好 喂 徐大队 官委说没说清楚 那个像耿凤尘的人 穿着是什么样的 没有 他是说那个人像个不追 到底看清楚没有 赶快核实 是 这怎么搞的 汇报情况这么不负责啊 苗记者 后面有车跟着 你抓紧时间下车 好 六局 那辆车没有停 还跟在你后面 请指示 叮嘱他 赵明 你看见苗记者没有 还没有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明白 明亮 你辆车还跟着我吗 离你越来越近了 那好 终于跟我配合 千万别让他跑了 是 雨 云亮 怎么会是你们呀 灌哥 怎么是你呀 我在追耿凤尘啊 什么 你看见耿凤尘了 鲁局 我刚才看见一个人 很像是耿凤尘 我就在后面跟着他 后来他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就跟到这儿 可怎么会是你们呀 云亮 赶紧上车 喂 邻居啊 我在追耿凤尘啊 可我跟到这儿 发现是鲁局跟云亮 你把电话给老鲁 好的 是我 邻居 老鲁 什么情况 本来云亮 应该跟在后面 保护苗记者的 可现在情况有了点变化 赶快回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上 动作要快 明白 林局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是 是 瞄解成吗 我是 耿凤尘 你放心 有什么换静王跟我说 你骗我 是不是带人来了 我没有 我宁愿 我愿者 你 你的 你的 我 你 你 你 来 苗记者 小妈 看好了 没事吧 我没事 慢点 苗记者 没事 陆军 对不起 苗记者 我们没有把话还你 没什么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现在可以证明 我刚才看见那个人就是耿风尘 这事就是他干的 苗记者 你真是万幸啊 赵队呢 他在勘察现场 关队 刚才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个人 就是他对苗记者实施了暴力 但是我没抓住他 让他跑了 那这个人 一定是耿风尘雇的 好几万 这事跟耿风尘雇有关系 今天晚上的行动 肯定是有人故意在破坏 故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使苗记者失去我们的保护 才造成这个局面 今天晚上的行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任君 根据我刚刚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耿风尘今天晚上在这儿的确出现了 但是先赶到这儿的赵明跟小马 他们也没有抓到他 让他再一次逃脱了 任君 这怎么解释 今天晚上的行动为什么不沟通 任君 是我要求专案组所有行动要保密 邻居 任君 你们也来了 凶手正下的 由此可以断定 这个凶手很有可能和前几次案件有关 是 任君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耿风尘跟苗宇通了电话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想跟他面谈 我们就做了安排 这个耿风尘无孔不入 他是想通过媒体 把我们凤春的公安内部搞乱 好让我们互相不信任 可是怎么会早落了消息呢 我想 可能是耿风尘故意泄露的吧 赵大队 你不能把你身上的责任 往别人身上推吧 我就是跟耿风尘去的成熙 你说我干扰你行动 我还说你干扰我行动呢 那你说说 你是怎么发现耿风尘的 这事我已经跟徐大队汇报过 我没必要跟你说 你这样那就没法说了 行了 行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任君 坐下来 多坐下来 分析分析 今天晚上的行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任君 我是跟着耿风尘去的成熙 至于另外那个罪犯 也就是打伤苗记者的那个人 他是怎么冒出来的 这我不清楚 这个人 会不会和耿风尘有关系 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赵敏娜 你不是和这个罪犯碰上了吗 看清郑的脸没有 戴着面罩看不着 我想啊 耿风尘一定是为了以防万一 所以才派这个人替他见面 林局 上次你被袭击的时候 耿风尘不是也是用胡万生 替他出的面吗 我想这次一定也是这样 现在分析得头头是道 这都是马猴炮 借口是两个人都跑了 他们一定还有同伙 有人接应他们 照这么说的话 他们这叫团伙作案 林局啊 咱们真得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你看今天晚上的行动 那简直太乱了 为什么呢 互不沟通 互相猜疑 你防着我我防着你 这样还能打成仗吗 我不是批评你们 鲁鹏 你又把这个专案组 搞成一个独立王国 任大强的每一句话 都指向了一个目标 林云开始为专案组的前途担心了 可是行动的失败 又让他无法去直接反驳 任大强的评价 杨局 这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主要责任在乎 还是筹划得不够仔细 没有把方方面面的突发因素 考虑进去 才会出现今晚的被动 行了 你们多反思一下吧 林军 别忘了明天 赶紧跟蒋叔去汇报 袁总啊 我告诉你 你估计错了 港风尘确实和那个苗记者联系过 那个女记者现在受伤 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你也要注意啊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罪犯居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了 兄里来的记者的安全 再次受到危险 这样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那会是什么影响 任大乡 你要负主要责任 姜老师 专案组是由我指挥的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林音 林音哪 是你坚持要成立专案组的吧 是你一定要重用鲁鹏的吧 结果呢 这么长时间了 有什么进展 我希望你好好地考虑考虑 任大乡 不要以为你就没有责任 你别忘了 现在是你主持市局的工作 这么重要的案子 你居然撒手不管 你是不是对林音同志有意见 不只是他的工作 不是不是 蒋书记 我绝没有那个意思 主要是因为市局的工作太多 我忙不过来 还有 我觉得林音同志有能力 也很有经验 我总说三道四地不合适 您知道 过去我是春城分局的局长 我总过问这事 林音的工作不好展开 林音同志刚来不久 你总比她更熟悉情况吧 你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是 是 我接受批评了 昨晚的行动 一定有人走漏丰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怀疑是我 这件事就这么几个人知道 谁都值得怀疑 照你这么说我还怀疑是你呢 都别说了 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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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的行动一定有问题 光伟他们赶到现场 绝不是偶然的 还有人局 我认为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 我认为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 老鲁 我们的专案组 可能要解散 为什么 为什么 不 绝不能 我们耗尽了那么多的心血 吃了那么多的苦 变了那么多的气 说解散就解散 林局 绝不能解散 我们不能半途而废 绝不能放弃 你 陆局 老鲁 林局 找时间 你再好好地看看安全 林局 林局 林局